大家好 我是五仔 又跟大家講講佛禪的環節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人就是地水火風四大元素的混合 我們與天地宇宙之間的能量不斷吸入輸出 轉換交替 怎樣可以令到宇宙的能量流入身體呢? 令人越來越強大、健康、好運、聰明、靚 全部都是正面的 怎樣做到 我們今天嘗試去討論一下 讓我先喝一口水 不好意思 對了 喝完了 現在就吸收這個水份 地水火風 是不是喝水就可以呢? 我覺得也可以 待會有很多方法 慢慢講 先解答一下網友的問題 有人問 爸爸媽媽是否一種咒語? 為何每個國家都是爸爸媽媽 都是這樣? 韓文是否? 日文是否? 但以前我們好像 你以為是爸爸媽媽 但以前是否叫父親母親? 阿爹、阿娘 會不會是世界大同之後呢? 我不清楚了 其實寶寶 經常說什麼牙牙智語 都是牙仔 都是那些音頻 可能人發出第一個聲音 就是某些國家都說得多 其實這個我反而是言語學 和咒音應該沒有關係 對 另外呢 有網友說 吳仔哥 每次說到一命二運三風水 為何功德排第四呢? 為何? 一命二運三成 一命二成是因為你上世 整落 即今世整落下世命 定局 命局 運 運有高低起跌 這樣 第二就是運氣 一命二有好、有壞 第三風水就是 你運好 去個地方有好風水 運氣不好 你就找到一間風水不好的屋子 第四為何是功德? 不是第一 如果你第一就是做功德 即是一出生做好事 有沒有這樣的教育教你? 沒有這樣的能力 運氣 你掌握不了 風水 去到哪裏它給你的 功德是一個自發性的行為 你做功德 就可以修好命運 風水自然好 但是它是擺第四 因為你有了前面 有些人真的很好命 很好運 他住的地方也很好 但是他如果沒有功德 他就不斷減發 但是看看他銀行本身存了多少錢 正常來說 他很有功德力 他很有福報 他人都不能去哪裏 應該是這樣 另外有人說 那是港界邪淫 他說郭博士支持色色 郭博士說 享受性愛 這個是天給你最大的歡愉 有正淫邪淫之分 我跟大家說邪淫而已 正淫來說 就沒有說不給的 除非你做和尚 做比丘而已 知道不支持 那正淫也是好色 那有時候的東西就 就是了 就是自己拿個中庸之道 空到多少自己也知道 這句說話也是郭博士說的 另外有人說 他認識一些人 看你不比他差 他就找方法搞破壞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 就是 有什麼辦法可以怎樣 你認識一些人 不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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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你就搞破壞 不認識他 那我幹嘛要認識你 我就是遠離 就這麼簡單 但一定要看到 我不會 沒有人逼我 看到一些我不喜歡的人 但是 我也試過遇到生命中 有些人 其實我也挺好 本身我給錢請他回來 但是也算是搞破壞 那怎麼辦 你也要受的 搞完之後一輪 那他就會走的 我幸好有人幫我撿回首尾 是啊 沒有辦法 前世差了 那如果可以避就避 避不到就受了他 把傷亡減到最低 只能夠是這樣 另外有人說 吳仔你好 說起發夢 你說如果不記得自己發的那些夢 即是睡得好 但是 知道自己在發夢 又不記得什麼夢 那即是怎樣 即是都睡得挺好 我以前問過一個 專門研究夢境出書的作家 他讀老神經科 我有問過他 即是這樣即是怎樣 我以前這樣問他 他講了一句說話 我是開通了夢境的所有的答案 有一件事可以解釋的 即是我在他面前解釋 我跟他說你也解釋得挺好的 你看自己的潛意識看得不錯 我說自己的潛意識 自己也不會解釋 就對自己不了解 那 很厲害的 那個人很厲害的 他幫我催眠過 然後 看到一個催眠的畫面 他跟我說的一件事 我先說一說我那時候怎樣 我說 我經常跟他哀有疑病症 然後 我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然後 看到畫面 看到自己的頭 噴煙出來 沒有吸入的 就是噴噴噴噴噴出來 然後他說 你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你身體很多毒素 很想排出來 然後你成為一個健康的人 你的願望就是想做一個健康的人 他這樣說完我真的覺得很痛 他講了一句話 我再通一點 一些叫做有得解 他說 有些夢是沒有得解的 你不用覺得他一定有得解 如果不是你這樣做人 會很辛苦的 譬如 梅花液數也是這樣發明的 突然間 哇 怎樣落葉多少梅花 然後怎樣算 天地萬物都有個數 你走過看到那個號碼42 然後你又在那裡想 88 你又會去想 那你做人就很辛苦 我們學佛就是要放下這些妄想執念 是的 你不記得任由他 做一些現實生活的大件事 其實 好像我們這些 都算是半個作家都會幻想一下一些東西 經常寫一下 故事 作一下東西 幻想 是不實在的 萬法都皆空 所以 不需要怎樣理 另外有網友就問 一隻螞蟻如何修復成為人 成佛 螞蟻不可以成佛 有些人說眾生皆成佛 眾生皆成佛 但是有過程 那你在惡道 要上回善道 不是怎樣在那裡修行成佛 其實我們世界的佛 只有一個釋迦牟尼佛 他生前的時候 他是皇子 他都收到 人類的至高無上 他才可以成佛 他一輩子來 走回善道才說 螞蟻怎樣可以成人呢 他沒有太多 他不是沒有太多 可以說是沒有太多思想 是不是 他就跟著大圍 別人向前 撿東西回去給螞蟻吃 他整個系統就是這樣 只等於那些人 不是錢銀就是女人 可以犯錯 螞蟻也沒有怎樣犯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見過很特別的螞蟻 我不認識 就是他 他的勢可能 有些人就懶了那隻豬做豬 有些人 太懶了那隻豬 讓你試試做螞蟻 還了那些肉身債 那你說那隻豬又怎樣收成人 被人吃了就收成人 他命運在那裡投胎 要還 還了 就讓你再收過 最大惡極 我看到那條魚運在魚缸上坐牢 是的 要受救才行 未受救可能 有些人說到 又說早點搞定自己 揚受未盡 下輩都可以繼續 運到 譬如有些人是跳海的 就是這樣說 不是一定對的 打個比喻 那你做了一條魚就浸你不死 還要在這裏很努力地在這裏 賺食 讓你了解一下生命的意義 是的 我們珍惜生命很重要 所以就是 做人有得選擇 做動物沒有得選擇 更淒涼 牛被人湯的時候慘不慘 你試試這個人 給一個生命體要湯你吃你 人類可以是很無情的 做動物沒有得選擇 定了格局就是這樣 可能賽馬要跑到死不值錢 就被人拔 或者斷腳 被人人道毀滅 流浪動物 有個女人也瘋了 那隻貓 人家有個紙皮 他不是拿紙皮去賣 扔了人家的房子 給那隻貓 給那隻流浪貓 那個女人是有點狂狂的 狂狂的 網上看到有人說 那你當然是狂狂的 他說 見那些流浪貓 被人家給紙皮箱去睡覺 神早流浪 把那隻貓扔掉 然後紙皮箱丟掉 為何要做這樣的事 選人不利的 當然是狂狂的 所以做人的事 一定有原因 離開這些負能量 帶大家越來越好 正能量 好嗎 怎樣把宇宙間的能量流入身體 五十個方法 什麼是正面 高能量正面 寧靜 個人很安靜 很松容 很放鬆 歡喜心 和諧 內外合一 提升其他人 這些全部是正面的高能量 正面的次能量 活力充沛 興奮 熱情 全神貫注 多知多彩 正面挑戰 自我提升 那負面的高能量 震 憤怒 怨恨 懷疑 沮喪 擔憂 急躁 壓力 負面的挑戰 所有事情都是問題 負面的次能量 自卑後悔 內疚 疾到 絕望 挫敗 羞愧 尷尷尷尷尬 和責怪 有些人很自卑 有些人很尷尬 那經常處於一個負面的能量 你很享受 對所有的人也很 有些負面的能量 有些負面的能量 你要做到負面的能量沒有空間進入你的身體 你要提升你的正能量 人生就會很積極正面 有什麼秘訣呢 你的意識也要習慣一些感覺 當你充滿歡喜心慈悲心包容心 在這個時間空間意識的能量 就會源源不絕地流入你的身體 即是有人虧了生意 然後說那個真是壞 我說都不是的 那你從他的角度想 你包容他 這個做不到的生意 就等下一個 你每個人都有他的難處 那你立即沒有了那種憤怒 你有憤怒的心 那怎樣都找到別人 你找那個客人走了 或者什麼 我覺得都沒有所謂 那你個人就會很正面 當你打開你智慧之門 發起充滿的時候 你獲得的能量是超乎你想像 一個人真正 發一個大善怨 你會瞬間得到無窮的能量 我也有發怨 在我有聲音可以做到廣播的一天 我們每天都說一些正能量的佛閃 讓大家正面 在世間裡 這是我發的大善 所以這四十幾分鐘 每一天這四十幾分鐘 我不是長氣 我不是沉氣 我是舒服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有人會聽到 是對的 但是你有發過什麼大善 如果你充滿怨恨、憤怒、恐懼、疾度、煩惱 這個能量就會消失 加速衰老和死亡 尤其是恐懼 他會令你的能量突然間喪失 你會害怕一件事 隨時命都沒有 知道這些秘密 其實身體健康 都可以做得到 也可以消除疾病 一切發自內心 不是假裝 不是假裝沒事 真是寧靜 真是 好像剛才說 那個人 張丹 不跟他做 或者什麼 走了 不需要罵 隨便 你一個人 一隨便 心就很… 不是假裝真的 不是假裝出來 虛榮心 也是極為消耗你能量的一種 你看看有些人 認屎認屁 假裝事情 令人是 裝模作樣 也會令人很消極 最後回到家 很討厭他自己 為何人經常說 做明星 到最後好像很迷失 自己在做什麼都未知 很多人 都有這樣的經驗 例如你去到陌生的家 陌生的家庭 單位 如果你有足夠的感應能力 你會感覺到 那間屋的人 究竟夠不夠和諧 那間屋的人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小小的空間 已經凝聚著 那些心念的氣場 那些能量 就影響到大家的心情 也影響到健康 家和萬事興 家衰口不停 一定要和諧 家庭 還有跟陌生人交往 那些陌生人 會不會給你一些很舒服的感覺 還是你很想遠離他 這也是一個感受 如果你很緊張 很不舒服 那你就不想和那個人在一起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我們的念頭 和念頭有關 很久之前 有一些老中醫 他們都有菩薩的心腸 其實他懂得醫治人的心 醫治人的心 有些病人病了 他不用開藥都醫治三分 醫治三分 我說馬來西亞的女中醫 我問他 他後來回答我 他說 我問完一陣子 他說其實你放心 你還是很… 你其實是很有魅力的 他說 你不需要擔心 他說 你就算什麼都還是什麼 那些說話 很好聽 你需要的不是看醫生 你需要的是正能量 加油我永遠支持你 嘩 好像粉絲一樣 整個感覺 不用吃藥 這些都是靈丹妙藥 有些聰明的中醫 他不用開藥給你 給你一些能量 能量可以令病人心情舒暢 所以一個家 大家能否和諧 善念感召的是健康的吉祥 惡念感召是疾病和災難 這些是… 這些不是迷信 這些是真有其事 是真有其事 那怎樣獲得正能量呢 生命的過程就是能量 拿了和放出來的過程 即是我們吃一些東西下來 吃一些東西然後消耗 我們的人永遠都是這樣 循環這些能量 在世界上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需要從虛空中 獲取更多能量 虛空是什麼呢 靜和虛 守靜督 即是道家的守靜督 是不一定的 你這個狀態呢 天地能量 隨時為你所得 他們站裝做太極都很靜 那種感覺 你一靜下來 代表你開始減少消耗你的能量 所以為什麼說事不定 為什麼不用吃東西 你沒有動過的人 腦子都沒有動過 你沒有消耗就可以了 在這個沒有消耗的過程當中 一靜就沒有消耗 而虛呢 虛就開始從太空宇宙中吸收能量 怎樣吸收 吸收什麼能量呢 取決於你的內心 譬如 你喜歡看黃島獨 你這個人就是黃島獨 你喜歡研究佛經 你這個人就比較佛禪 你喜歡研究基督 你這個人就是天使 你喜歡研究海樂英怎樣做 你就可以變成獨囂 你喜歡研究政治仇恨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政治 對政治很有仇恨 其實你自己選擇 你關注什麼 你關注運動 你這個人就會越來健康 你關注什麼 取決於你的內心 你感照什麼回來 這些是物以類聚 對嗎 智慧是什麼 智慧是一種能量 高級別 看不到的能量 他一個人的能力大小 跟他的智慧有關 為什麼有偉人這麼大號召力呢 為什麼他們做事能夠成功呢 原因就是 他內心隕藏著無窮的智慧 他心念一動 他調動大量的能量 幫助他完成所有的事 一個人靜下來 就行 虛下來就行 靜不到虛不到 就不可能有什麼大智慧 那些人 曹苑巴閉 那些 腦裡充滿自己的想法 那些 不行 非常重要 一個人擁有的能量大小 就是跟他的心量完全成正比 他心量大 他容量大 能力大 他心量小 心胸狹窄 他能量小 他能力小 他能力小 任何事情 成功根本就是付出能量的代價 記住這些事情 慢慢你就會知道 我們再講下去 無論做什麼都好 能量收放的過程 當一個運氣好的人 往往做事就成功了 因為他那時候的能量充足 運氣就是你能量充足 沒有人有污眉欺碎 被車撞就有 是不是 怎會突然有什麼好運 一定是能量非常精神 我們能量消耗 主要是通過起心動念 消耗 每發一個念頭就是消耗能量 所以 強調要清靜 清靜心 就是減少動念 減少能量的輸出 禪定就是身體幾乎處於能量不消耗的狀態 跟電腦待機的狀態一樣 能量的角度來說 一個人的命無非是由體能、智能、德能三部份造成的 德能就是一個人能量的樹根 衛能 智慧的衛就是一個人能量的樹幹 體能就是那些枝葉 一個修煉人 修這三方面 修身、修衛、修德 你就會充滿能量 修身也要動 修德、修衛、修智慧、修德行 經絡不通 為何會痛苦 經絡不通 從根上來看 其實是心裡有障礙 有些阻塞 心是掌握信息 而信息和能量是不可分割的 所以能量、通道、阻塞 就是用心來調整 有位老和尚說過 一個人每一個痛苦 都有一個罪惡的相對應 心裡的罪惡不除 痛苦就不能除 什麼事呢 怨恨老老煩 貪真痴萬怡 就是堵塞我們清淨心的罪魁禍首 所以我們解除身體的痛苦 我們要有一夥無私無辱的清淨心 禪修就是幫我們拿回清淨心 說一下 怎樣可以拿到宇宙間的神秘能量 成為我們一個幸運的人 做一個偉大的人 有影響力的人物呢 有五十個方法 快說 因為有很多 諮詢 愛自己 愛別人 愛世界 有些人很厭世 經常說要破壞地球 有些人為何要愛惜生命 為何要愛護他人 不解答你為何 總之你不是 你的能量是負的 你一定是在行衰運 你一定是不幸福的 是的 如果有人是幸福 你不會說 為何一定要愛自己 代表你當下的力量是不幸福的 很簡單 你做 因為你未有這樣的慰根明白 你做 你試試做了 解釋就是經常解釋 你不聽也沒辦法 但你試試和自己的內心唱反調 你試試愛自己 愛別人 愛這個世界 這是第一 增加正能量的第一個方法 第二是感恩 感恩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要說三次 你不懂得感恩 你擁有很多事情 你都覺得是無物 有些人說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 你有沒有見過人盲 看不到東西 你有沒有見過人倒楣 你有沒有見過人沒有手斷手斷腳 你有沒有見過人是啞的 你有沒有見過人是很醜的 很奇怪的樣子 所以就是要感恩 其實我們值得感恩 每個人都值得感恩 你要明白 這個世界很多的不幸人 為什麼經常要把自己 擺在一個不幸的位置 因為你不懂得感恩 你擁有的東西 就算多幼你都沒有用 你不懂得感恩 你知道嗎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正能量提供 增加的方法就是感恩 第三就是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我經常都說 人生苦短 你做些自己不喜歡做的事 是浪費你的生命 第四是冥想 冥想就是什麼都不用想 冥想就是要想什麼 放下所有的念頭 這個能量自然會提升 第五是深呼吸 有些人說 唉唷 我可以了 治療那些病 很神奇 只是啟動了 我膽感呼 膽感神經 這個很簡單 做深呼吸已經可以幫你提升能量 深呼吸是一個很好的 休息的時間 活在當下接受自己 不要想過去 過去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活在現在這一刻 接受自己 不要說我又不救人家 又不救人家 接受自己 另外安靜獨處 感受美好的事物 有些人喜歡 吵冤巴閉的群一起成班 會不會癡癡呆坐上一台 我覺得什麼時候都要有些 有時候吵有時候靜 去感受一下不同 這個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能量 但是你人多的時候 是說廢話的 放大喉嚨說話 你就會損耗自己的能量 接著另外 不傷害任何的生命 這個絕對可以提升你的能量 增加你的慈悲心 之後就是微笑 在微笑的時候 感覺發自內心 流片全身 散發你身體每一端 你聽到這一句 你有緣聽到這一句 你嘗試給微笑的表情 然後你感受一下身體的狀態 不是因為你內心開心 而你做微笑 你嘗試微笑之下 你感受一下內心的狀態 我也提了自己 現在能量滿滿 另外接受你所擁有和經歷的一切 那些都是你的一部分 但是已經過去了 接受這些 另外就是 聽一些 很積極的情緒 一些好聽的音樂 避免 負面情緒的音樂 不要聽一些 悲情歌 是會出事的 這個是真的 一定會出事 我聽音樂 就聽一些好聽的 不要聽一些很哀怨 很瘦的那些 很淒涼的那些 會自己墮入負能量的世界 另外做運動 可以令血液流通 使身體擁有健康活力 慢步行 可以放鬆自己 提升正能量 另外聽一些古典的音樂 一些藝術 抒發一些感受 另外做一個可以鼓勵他人 鼓勵自己的人 不斷鼓勵 不要經常說 你這樣不行的 鼓勵他 鼓勵他做好些 另外 可以把你的願望 告訴宇宙 祈禱也可以 和佛菩薩說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提升能量 另外閱讀一些內容積極 有激勵性的文字影片和書籍 令你的能量會提升得很快 有目的可以提高頻率 震動頻率 讓自己更幸福 更自由 更接近自己的夢想 做你剛才 任何可以幫到你的事都做 十九就是靈修 增加能量 讓自己夢想成真 靈修也可以祈禱 又可以 不是物質界 和一些聖靈溝通又可以 自己打坐又可以 看一部好的電影 有一個叫做電影療法 看一部好的電影 可以令到你的人脫胎換骨 沖過熱水涼 蒸氣肉 令到身心放鬆 做一個按摩都可以 令到你的人很舒服 慈悲 關懷弱勢社群 又可以令到你越來越能量強 另外 看日出或看日落 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都可以的 另外發揮創造性 寫絲、作畫、設計 做一些你天父可以發揮的事 做你喜歡做的事 和你做一些厲害的事 令到你越來越有成功感 先喝一口水 口乾 喝一口水也可以 多喝點水也可以 淨化你的身體 當你發現柯尿尿很黃 很少的時候 快點喝水 見字喝水 很重要 讚美你看到的 經歷過美好的事物和人物 多點讚美 每個人都可以學到的 在他身上 就是這樣 你懂得欣賞任何人的好處 誰都是你老師 你去挑別人的錯處 這個世界沒有人是你的朋友 你記住這句話 你就會越來越好 另外 讚賞自己 你對自己表示肯定 有些人喜歡別人讚他 等別人讚他 別人讚他 然後他肯定我 其實不需要 誰說都不重要 你自己最重要 別人怎麼想 是他這樣說 如果我的狀態在別人的嘴裡 要活在 那就很差勁 另外跟小朋友玩玩 都正能量 天真無邪的小朋友 有些小朋友很乖 真的 很乖 那些 我在南韓 我看到小朋友 然後 便利店 我想進去 兩個排袋 讓開給我走 很乖 很可愛 另外有些 就點一下香薰 都可以放鬆 都可以 睡覺 令自己有充分的休息 唱歌 唱歌 哼一下音 哼一下優美的音 都不錯 另外每一天 要反省自己 有沒有做錯 有沒有做對 另外無條件 去施捨你的愛出來 很緊要 保持快樂的心 寫感恩日記 不要寫不開心的日記 有些人 不開心 我記住 那些不需要記 舊夢不需要記 寫感恩日記 有些什麼 做得很好 真是 真是 真是神仙保佑 寫這些感恩日記 多謝爸爸 多謝媽媽 帶我到這個世界 我吃了個很好味的菠蘿包 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今天走過彌敦道 聞到菠蘿包很香 很想買 接著被人打佔 本身沒有人 我看著看著轉頭 被十個八個人打佔了 你們吃吧 我不吃 但當你吃到好東西的時候 你會不會多謝你爸爸媽媽 帶來你這個世界呢 很多人說 我不開心 有怨父母 但你吃到好的餐蛋麵也好 你會不會多謝你爸爸媽媽呢 這件事公平一點 親親大自然 很緊要 另外吃一些無添加有機食物 喝一些天然的果汁 吃一些健康的水果 也是增加你的正能量 和你喜歡的人分享 你的快樂 這個朱古力 給你一點 披薩很棒 多些分享 有些人獨食難肥 獨食難肥的意思 其實不是真的難肥 那個人肥了 但是他心田沒有肥 只不過是 很沽寒 自己享受也行 這樣不好 你能夠分享 你的人的能量就好 越來越強 另外 幽默 看一些開心的節目 跟朋友 開心心 也是很好 另外就是 清潔你的居所 你的辦公室 做衛生 空間乾淨 能量越來越好 另外就是 可以去一下旅行 放鬆一下心情 或者種一下花 淋一下花也好 這些洗滴一下自己心靈 另外就是 就好像你已經實現夢想 過生活 有些人 如何過生活 有些人 以前有些人 很搞笑 小時候 如果我還買多少錢 我會買些錢 買些衣服 又這樣又那樣 你現在都可以 大一個做 你都可以做這件事 你會不會做 好像實現夢想一般 過生活 另外多吃 多些綠色植物 健康食物 不吃零食 人身心靈都健康 吃零食很容易令人 心靈都虧了 吃糖多的人都會很傻 另外就是 跟積極樂觀的人一切 就會越來越好 另外就是 改變生活習慣 堅持不抱怨 我很少賴人 我很少賴人 我在跑馬學回來 哪有賴人 所有問題都是自己的問題 另外在進食前 又感恩食物 這個很重要 你才會知道 人是麻木了 你懂得感恩這個世界的自然美好 另外是 小心選擇你接觸的訊息 看好的事 避免一些壞的消息 另外把你所有的成就列出來 你會覺得自己其實是厲害的 是的 有些是忘記了自己做過什麼 有時候我回覆自己的相機 我去過這個地方去過那個地方 發覺自己都去過幾多地方 人不是沒有做過 是你忘記了 我們很容易去忘記一件事 甚至忘記自己一個什麼的人 多些去提醒自己 我是一個積極上進 樂觀 開心 一個很清靜的人 所有事情都很好 很好 很感恩 我來到這個世界 我不需要生在一個戰亂的世界 我不需要做一隻螞蟻 我不需要做一隻牛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我努力 令我生活越來越好 但如果你成為一隻豬 你沒有 所以有些人 為何慢慢變成豬 人會越來越肥 樣子越來越像一隻豬 因為你平時活動 你做的事已經很動物 然後就 真的讓你嘗試做一隻豬 就慘 人可以改變自己 可以服務眾生 對社會越來越好 我們不要做懶蟲 否則下了三惡道 就真的 你唯一 可以貢獻地球 就是你的肉身 你明白嗎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 有些人很懶 在家裡不願意做事 經常像豬一樣 你下輩被人劏 你除了這樣之外 我想不到有些什麼 可以在地球上 可以服務眾生 不了 要不做做兮 一起努力 一起合群工作 就是工作 你明白一個社會都需要這樣形成 那些動物好像做矮 你不能選擇就是這樣做 你不喜歡都要做 你的身體會設定到你不喜歡都會做 就是這樣 我們不想自己越來越墮落 很難得成為一個人 你看到天地眾生很多生物是很無奈 很無奈 他出生的蚊子只會撞到光的地方等死 被青蛙逐一身吃了落土 為何會用這個形式服務眾生 因為你有得選擇的時候 你選錯了 令到自己去一個 你不能選擇 你不想死 但也要死 就是做一些動物 我們有得選擇的時候 我們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功德做得最好 做得最多 把正的能量散播 給更多的範圍 這是一個小小的心願 對我來說就是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嗯 加油 這次好了 可以遠離你這個灰暗的世界 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我們下次再談 拜拜